- 蔡英文,總統執政以來,帶給大家的就是缺 不管說過去的產業無缺,缺光、缺水、缺電、缺地 到現在的民生心無缺,缺藥、缺蛋、缺肉、缺糧 甚至連國軍都受到影響 那我想,針對現在目前缺彈的問題 我們要說的是,一定要保障我們第一線國軍弟兄 所有的糧食跟營養要充足 動物性蛋白如果有所缺乏,植物性蛋白當然是一個選擇 支持國產豆漿、國產食品交通業者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都沒有意見,而且認為這是必須的 但是我們要說的是,目前從國防部近期的一個表現 可以說是螺絲掉滿地 不管說是馬防部缺肉的問題,還是權動法修法的爭議 還是我們看到現在金門的這個上兵疑似 來去離營未歸,到對岸的一個問題 都可以看得出來,國防部在整體的管理是失職失能 更謊論要推動全民國防,兵役延長 要讓我們這些國軍在前線為我們保家衛國 如果讓他們吃飽,讓他們對於糧食都沒有信心的話 要如何要求他們替我們保家衛國 所以我們認為整個國防部跟三軍統帥 則無旁貸,應該要來向國人道歉 Wish 我們下一個月 lateral 在旁邊的一ude 今週一到在旁邊的發展